這個也是小學時候的那個題目 那這個剛好 其實如果說 直接用像那個AutoCAD那種 那個軟體畫很快 直角三角你要怎麼畫 就隨便畫就畫出來 只要給它尺寸正確 你怎麼調整都可以 那可是用Java要把這個直角三角形做判斷 該怎麼做 那直角三角形有一個定律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怎麼判斷是不是直角三角形 好 假如這個是B 這個A好了 還是A 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好 就可以滿足 這個條件的話就是直角三角形 好 那 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程式 也是一樣 第一邊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多少呢 輸入20 第二邊輸入10 第三邊輸入15好了 它是不是直角三角形呢 不知道 不是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 10 10 8 6 是不是直角三角形呢 4直角三角形 因為10的平方 等於8平方加6平方 636加6 64等於剛好100 所以這邊 要滿足一下這樣的條件 該怎麼做 那當然同樣的呢 我們也是一樣做一些判斷 那前面先輸入 input 三個值 三個值之後呢 再做判斷 那這個判斷呢 最重要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最大的邊 跟這兩邊相加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 這個直角三角形 不過前面的判斷呢 你們可以自己再做一些調整 或者甚至你可以在這邊稍微改一下 因為我們是宣告成三個變數 那你可以在這邊把它改成正列 如果說你今天改成正列 另外呢 判斷的部分 這個地方判斷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改寫成 所謂的這個回圈 讓它自己去做回圈的這個判斷 那這部分我想你們可以 再稍微小改一下 因為程式的寫法 當然可以很直覺的 當然也可以 給它寫成這個 比較回圈式的判斷 那回圈式的判斷 就要去思考說 你怎麼去跑這個回圈 那最後結果 怎麼樣才會正確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判斷 一個直角三角形的三邊 就做一個變化吧 其實可以把剛剛那一題呢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